古语说,名以食为天,这句话强调了食物对我们的重要性,如果一个人能活到80岁,那么他一生消耗的食物总重量超过29000千克,不过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并不能被完全吸收,所以就有了便便的产生,那么食物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奇幻旅程才成了便便的模样呢? 首先,当我们把食物吃进去的时候,通过咀嚼的物理分解,以及唾液淀粉酶的化学分解,体积较大的食物便被处理成能被吞咽下去的小块结构,然后他们便来到了第一站,食管,作为一条连接咽喉和胃的通道,食管具有很强的收缩作用,食物就在食管的收缩下逐渐的滑向第二站,胃部 如果说食道有收缩能力的话,那么胃的收缩能力是远远在其之上的,通过剧烈的收缩,食物会被嚼得更碎 不仅如此,胃还会通过分泌胃酸和酶的化学手段,将食物粉碎得更彻底,变成水样或糊状的石米 最后通过收缩运动,石米被一点点的运往第三站,小肠 到这一步,小肠所要做的便是吸收食米中的营养物质,它可谓是整个消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过程 小肠本身的物理运动配合,一线分泌的胰液,胆囊分泌的胆汁和小肠液三种化学物质 会使得绝大部分的食米会被小肠吸收,而未被消化的食物残渣就从小肠进入第四站,大肠 从小肠排进去的食物残渣,像是到达终点站的大巴车,会在大肠休息十几个小时以上 在这里,食物残渣中的一部分水分被大肠吸收,剩余部分通过大肠内细菌的发酵和腐败作用后形成便便 至于为什么吃下去香喷喷的食物排出来的便便会是臭的? 其实是因为肠道内存在着不尽其处的微生物 当微生物分解蛋白质的时候,会产生氨、硫化氢、左氨、银朵等物质 这些分子都具备相对难闻的味道 当然,肠道自然不会允许这种物质堆积起来,对人体造成伤害 所以它会将某些成分尽可能地吸收掉,然后就要由肝脏处理 其中,氨气和硫化氢会随着屁排出体外 氨气具有强烈的刺激味道,硫化氢闻起来就像臭鸡蛋的味道 而银朵及其同系物和衍生物则会随着便便排出 由于浓度较高,所以也会表现出浓浓的臭味